来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 我们高雄台频道是FM97.5 其实从最近在嘉义地区 然后在台南 在屏东 在高雄都可以收听得到 那至于收看在脸书上面现在就有直播 所以网路无国界 何况节目在下午的时候会放到YouTube 所以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欢迎大家随时来收看 今天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寓教于乐 尤其科技是日新月异 在教育小孩子的这部分 其实要多一些的科技化 然后还有创意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 能够把这个概念呈现得最好 而且在地已经经营很久 这就是我们的国立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 欢迎我们的副馆长 今天是我们的吴沛修副馆长 来到节目当中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好 第一次上直播背看 是 有蛮新鲜的经验 这不就是那个吗 科技啊 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自通讯 对 然后科技现在就是结合在生活里面 是的 我们科技博物馆其实也是一直强调科技跟生活的结合 所以我们有一个推广科普的很重要的一个slogan 就是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化 没错 这是真的 现在就是真的 我们生活就是 手机不也是科技的部分 对 2007年这个智慧手机文字的时候 真的对我们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各个面向都得到改变 那我觉得我们科技博物馆其实在这个科技进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手当也是深受影响 不过我们觉得也透过科技的进步 我们跟民众之间的互动也更多元面向 对就是会更有趣 是的 对不对 就像手机要更有趣 不过说起来科工馆其实也算是真的是 你说先行者也好也算是一个先驱 因为为什么 其实历年来 所有很多科技的一些 比如说新的体验啊 对不对 都会在科工馆变成好像是不同的展览 或是透过电影 像以前 你们3D馆还在吗 大一幕电影跟3D电影还在 对 我们设备有更新了 对 音响啊视觉效果 都透过数位的一个科技 其实比以前胶卷时代 我觉得是会给你不同的感受 对啊 这就是科工馆好玩的地方 好今天我们先在这个请副馆长 给我们介绍这个科工馆之前 先跟在地有去过的朋友讲一个好消息 因为听说这个是不是台铁那边有设站在那里 要多一个大门口 是是是 这个也跟各位观众听众报告 我们高雄铁路地下化去年10月就通车嘛 那其实在我们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的南馆的附近 大概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科工馆车站 那其实现在从那个车站已经可以走到柄桑 不过因为现在有工程在进行那个路面的设施 景观还不是这么样的优 那现在整个工程的进行 预计在今年的6月整个我们市政府 在我们南馆后面那条马路上面 就会原来的那个铁轨 就变成一个绿色的廊道 漂亮哦 那我们科学工艺博物馆 配合这个整个廊道 绿廊道的建设 我们科工馆的南馆 也进行了一个环境景观的美化 未来就是今年六月份开始 其实民众可以搭台铁的这种电链车 你家以南 屏东以北 其实来我们科工馆会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环保 那你下车之后 在科工馆车站下车之后 只要走十分钟就可以到我们南馆 我们南馆那个地方 整个景观做了改变 那然后我们也有 成立一个度量很广场 也有科普咖啡图书馆 其实都让民众在休闲 这个油气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对真的哦 那但是今天来节目 是旧雨 就是去过的 我们都告诉你这个讯息 但是心知呢 如果对科工馆还不太认识的 考一下我们的副馆长 用三分钟的时间 把科工馆的特色介绍给大家 好不好 这个我们科学工艺博物馆 其实是民国 旧雨一定知道我们是民国86年成立 今年是第二十二年 我们是国立的社会教育机构 也是全台湾等于说最大的应用科技博物馆 那我们展示的主题呢 分成五大面向 分别是国家宝藏 主要展展展我们收藏的 我们台湾重要产业发展的一些文物 或者是史料 那另外有科技产业跟生活科学 这两个面向就是展览科学科技进步的一个历程 跟一些透过体验 透过操作的方式 让民众了解技术的演进 跟科学的进步 另外我们有那个儿童体验馆 跟那个科学教育方面的展馆 那这个部分就结合 学校的科学教育 那从三岁到十五岁 这个学龄的这些儿童 或是学龄前的儿童 在科文馆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 这个适合他们的展示内容跟教育活动 那另外除了展示之外 跟收藏之后 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科学教育 每年寒暑假有科教的营队 那平常我们也 在非寒暑假时间 我们也办理各种的科学教育的活动 那欢迎大朋友小朋友都来参加 另外最近几年兴起的创课活动 制造者教育 我们馆也有相关的一个专区 也有相关的专区 来推广这个创课教育 或者说制造者教育活动 那这个另外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 科学的一个进步 科技的一个发展 其实透过体验的方式 能够让民众最有感 我们管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这个体验设施 我们有十大体验设施 最著名的就是高空溜滑梯 小朋友很爱哦 对那个你透过一个体验 亲身的体验了解什么是摩擦力 什么是地心引力 什么是向心力 真的是愈教愈乐哦 是的 在溜滑梯的时候就认识一些物理的原理 对对对 这个非常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那另外有那个最新科技的虚拟实际的体验 你可以透过虚拟实际的方式 亲自驾驶战斗机 亲自你骑摩托车 这个要考照之前我们科文馆也有一个 模拟的吗 对就是模拟从这个高雄市区骑到佛光山 真的 对VR体验 所以我看主持人反映你也很久没有来科文馆了 很久了啊 真的 我今天特别带了两张这个这个贵宾券 希望主持人能够找时间来科文馆 我们这体验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棒 就是你透过新的科技 是 的一个帮助 你可以在跟你的生活经验结合 然后去了解科技的发展 然后带你生活上面的影响 带给你生活上面的便利 那当然与此同时你会去思考说 这些科技的发展 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正向的 但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给观众答案 让观众透过参观博物馆 他自己去思考 我想这也符合博物馆 启发啊 对启发学习的动机 启发这个探索的一个欲望这样子 对很棒 我大概应该是八年前去的吧 不过我当时印象很深 你知道我觉得亲身去参与的 都会让人家印象最深刻 当时是地震屋 那个地震屋 也算我们管地球 那个是古董了吧 体验设施 虽然是时间 有它的历史 但是我们的设备有升级啊 所以 已经从这个原来的三轴 变成六轴平台 然后整个场景也都做了改变 原来一次只能上去六个人 现在一次可以上去二十个人 我想要去那边体验 尤其我们台湾地震 效果就是也模拟921那时候积极大地震 当然我们的重点不在于 我们重点在于说 希望民众透过这种亲身体验 认识怎么样碰到地震 怎么样自救 怎么样避难这样子 这就是科技跟生活最好的结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博物馆就是透过科技的包装 体验的一个感受 让民众学习到应该有的知识 而且我觉得科工馆 因为刚才一听就知道亲子同乐 而且开放一般的民众 然后当然你如果是学校 我觉得老师也是带着学生去那边 是一个很好应用的场合 是的 体验 对我们其实平常是有很多校外教学 那我们校外教学其实对于这个老师来讲 可以在课堂上面 因为空间的限制 因为机份的限制 有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课本上看到 对 但是来到博物馆 我们有大型的这个操作的教具 操作的单元 可以让小朋友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 在博物馆这边得到应证 比方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高空地体6RT 你科本上学到摩擦力 学到离心力 那怎么样这个去感受它 对于你身体的影响 其实你透过来空间感受 你就可以看到 一辈子忘不了 对 就可以亲身体验这个 摩擦力离心力 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DNA里面去了 这样子 我跟你讲 你那个进入感觉进入那个DNA 因为你真的去体验的时候 你那个创造发想的能力 就很容易被激发 因为你有亲身的去感受 对对对 这个创意啊 就能够在过程当中 因为 很有feel啦 对对对 换句话就是这样 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启发嘛 对对对 想了解说 诶这个课本上学习的 原来就是 就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感受 那 那 进而 我觉得会让小朋友提发他 这个提高 启发他自己 进一步去学习的一个动机啦 那动机之后 他自己去思索 自己去思考 我觉得 是一个创意非常好的一个来源 对啊 副馆长你知道吗 有时候家长是这样 有时候有小孩子 不知道去哪里杀时间 因为骗子那用骗子 对不对 所以就想说 去哪里 诶 其实高雄市的科工馆 真的就是一个好地方 对绝对是 绝对是 我们馆其实 假日是亲子首选 我可以 很自豪的这样说 我们最近 这七八年来 在我们成馆长的一个 领导跟全体同龄的努力之下 其实馆里面的 这个我刚提到 不管是展示内容 或者是教育活动 都做了很大幅度 不值跟量方面的提升 所以 爸爸妈妈 不管你 假日要带小朋友来学习 或者纯粹来杀时间 我觉得空管 就是你可以看热闹 也可以看门道 我记得陈迅祥 馆长好像是教育博士的样子 是是 我们成馆长是教育学的博士 我本身也是 也是教育 修教育行政的博士 哇 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 真的把科技 就是科普的精神 真的跟生活 科技及生活 生活及科技 可以这样吗 对 科技生活化 生活科技化 对对 就是这样 我们要强调就是 科学体验 体验科学 科学 其实存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对 那你要怎么样发现它 其实最 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透过你的精神体验 嗯 空管 就一直 在这个原则之下 这个努力的去实践它 副馆长你知道以前教小孩子 你就一直跟他讲说 不要碰火啊 玩火危险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后来你就要把手 让他接近火 不是还没有碰到火之前 就会痛了 对不对 他就怕 所以就是那个亲身体验 你知道 我们以前学 哎 我很算学教育的 我是工业技术教育 我们叫Hands on Learning 有点叫做在职训练 那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教育有不同的嘛 有些人是透过 比如说用听 学习比较快 有人用看 学习比较快 有人用实作 学习比较快 对 五感其实都是学习的 一个界面嘛 透过我们科学博物馆 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启发你的五感 启动你的五感 然后引起你学习的动机 对 这样讲一讲 听众朋友 有没有很有感 那下的时间 12点35分 那既然呢 科工馆 其实这么好玩 但是他最厉害的 有一点就是 今天请副馆长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也许说不同的月份 有时候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活动 当然你刚才 你如果仔细去回想一下 刚才副馆长有讲 他其实没有活动的时候 他周边比如说 什么3D的电影 高空什么的 溜滑梯等等 其实他已经就有 很多设备在那里 设备都还在 但是另外有时候 都还在办活动 那副馆长 像我们比如说 现在是4月嘛 那这个月跟下个月的活动 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月管理面 其实我们这个 科教组除了 在我们假日 在大厅有推出 节水月的活动 节水 对 跟经济部水利署 其实我们现在 有点枯水期 你知道我明天要访谁吗 自来水公司的 王明校处长 真的 高雄好像好久没下雨 好久没下雨 之前像一点点水量不够 对对对 所以这个 透过博馆这个平台 我们就是宣导节水 其实真的大家节约用水 对对 那另外 我们在这个 开放式典堂库房 也有这个 我们复原的公共电视 民国七十年代的 一套数位摄影设备 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 你亲自感受 体验 这个节目是怎么 录制出来的 换句话说 爸爸妈妈可以再亲自去 那边亲自一起上电视 我们有推出了这个六个场次的一个体验活动 我了解好像已经额满了 不过我想项羽的这个听众观众也不用这个觉得饿完 我们我觉得只要你多打电话 我们相关单位只要得到民众的一个 获得民众有这样的需求 我想我们相关单位 科教组跟首席民众应该会再加开班次 哦哦有这样的机会哦 所以大家赶快踊跃的提出您的需求 我们发现让民众有这个需求 我们这个一定是尽量去满足民众 好高雄科公馆哦 哎下单呢 我为什么把高雄讲那么大声 因为像嘉义的民众也听得到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利用假日来啊 你们也可以来啦 对不对 我们春假期间其实廉价 这几年的廉价 其实很多外县市的这个观众 是 朋友到科公馆来参访 甚至还有外国的 像港澳的啊 像新加坡 真好 那个马来西亚 算有深度的啦 对对对 我们是国际化 其实这几年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哦很棒很棒 现在真的旅游不是只有吃吃喝喝 深度旅游 是是是 就是欲教欲乐嘛 对对对 这个游戏学习 然后从欢乐当中也可以学习 真的是这样 好来现场时间12点37分 将近38分 好我们先让电台先进广告 那广告之后呢 回到现场再跟我们高雄科学工业博物馆 我们的吴沛修副馆长 好好地来聊聊 谢谢 谢谢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随着年龄增长 您更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重要的蛋白质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胆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让您安心无负担补充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容光焕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宣证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最近天气变化 让我的脸好干哦 我不想当干奶奶 那就来当个睡美人啊 好 如何让肌肤越睡越美丽 推荐您 闭合博超效保湿精亮动膜 睡觉时 把水分统统锁在肌肤底层 第二天醒来 皮肤会变得更加水嫩 就快来当个睡美人吧 闭合博超效保湿精亮动膜 现证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最初的本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身体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飞飘门 我们如果要睡前 念飞飘门 飞飘让我们自己的完心 占助 做生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这里可以跟您免费来结合 空气335 数理33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好来亲爱的空中好朋友 大家好 你所收听的 喜欢的联播网 来这个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那当然在嘉义地区 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频率 比如说我们加热电台 FM92.3 感谢大家的收听 现在时间12点40分 今天是我们高雄科工馆 我们的副馆长 吴佩修 我们的吴副馆长 在这个现场 我刚才私底下 我在跟他聊 就说 像我这种宅女 如果说其实会去那边 其实可能要有那种 有孩子 感觉好像比较有动力 所以你刚才提醒我 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学生时期 像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学校曾经老师带我们去 那是刚好那个大学 我是披兹堡州立大学 在美国 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 那个叫做昆虫动物的 那种 也是一个馆 一个一个馆 一个标本的馆 对 然后我们也是会去那边三馆 然后去以前 去纽西兰游学的时候 就带我去那个 比如说纽西兰的美术馆 那地方的艺朗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我讲国外的 因为我在台湾 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 以前学校比较好像 没有带我去这些地方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比较融入那种 就是说比如说纽西兰 蛮融入艺术的 是 然后那个美国刚好 那个我们那个学校 可能那个动植物也蛮厉害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它就会结合 然后会让学生能够去 去开拓它的那个经验 但所以换句话来讲 科工馆这个 虽然坐立在高雄 但是资源这么的这个丰富 那今天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 我们应该要走进世界了 就是科工馆本身就是一个 充满了科学趣味的世界 是的 谢谢主持人 其实博物馆是一个中生学习 或是说中生教育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那一般科码印象都会觉得说 博物馆应该就是小学生去的吧 中学生去的吧 你看我也是学生时代被带去 好像说离开学校 或者就不需要去博物馆 其实陈祖主持人说 您在国外的经验 其实这些欧美日先进国家 其实他们的博物馆 在他们社会的教育上面 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刚才提到我们 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 在我们台湾的属性 也是我们所谓 属于教育部底下的国立社交机构 所以我们的重要的使命之一 辅助学校教育 其实还有推广社会教育 那社会教育 我刚刚提到我们是科技 应用科技博物馆 所以我们的焦点 会摆在科技教育的推广方面 那馆里面其实 这几年的展示跟活动 大人也很好玩的 对就因为多元丰富 其实不是只有限于小学生 中学生的课本上面的科学 其实我们有莫拉克风灾 重建展示馆 我们有健康探索展示馆 我们有烹调的科学展示馆 我们有台湾农业的故事展示馆 那您从我刚提到这几个主题 您就可以顾名思义 其实它都是跟我们一般民众的生活 跟这个你 不管是你是20岁30岁40岁60岁 都是有都可以找到你相关的经验跟知识 像我们这个白头发这一辈的就要去健康 对健康探索 其实对于这种熟灵 这个或者长辈 其实都非常的实用 其实它是从台湾的十大疾病切入 然后告诉你怎么样 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 它是运作的情形 那什么情况之下会生病 有需要有需要 生病的时候你要做哪些因应 那另外就是科技的发展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会有带来哪些的一个帮助跟便利 包括副馆长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了 以前那个户外活动被带去什么科工馆 我们这个年代比较少 但是现在小孩子不用担心 像我以前啊 我现在听到就很遗憾 我国中的时候健康教育不及格 我还是早知道有像科工馆这种 有健康的展览馆 去那边看一看模型 还是说看看介绍整个系统性的 搞不好我才真的 我就可以开窍了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当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方便 现在的很幸福 真的 我们的其实这些展览馆 不是只有文字模型 影片而已 我们其实强调的是 刚提到体验跟互动 所以那个健康探索厅 我们其实是用爱丽丝梦游先进的故事包装 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博物馆强调的展示就是故事 然后有惊喜 然后观众离开的时候是带着回忆离开 你一直说不是死板板的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 也跟各位观众听众报告就是说 其实客户馆的在访率非常的高 我们在访率其实 说出来也许大家会觉得 我们在访率超过70% 就是很多民众其实一来再来 我们家庭卡 会员卡 就个人卡的办理 其实非常的 这几年成长得非常的快 那 其实只要加入我们的粉丝业 我们客户馆 其实现在大家都有脸书 我们机构也有脸书嘛 其实加入我们的脸书 加入我们的YouTube 其实你就可以获得第一手及时的资讯 真的 真好 希望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 或是看到这个节目的观众听众可以 真的能够 不要错过 找时间来科学公益部馆 一有绝对 只回票价 好啦 手机滑一滑 现在赶快找一下 高雄科工馆 上网查 其实你直接加入脸书 马上就会看到很多很棒的资讯 像我们莫拉克风 在重建港 今年是莫拉克风 在十周年 对 从这个 2008到现在 2009 对不起 民国98年 到现在民国108年 刚好十周年 我们莫拉克风雨 在展示馆 103年 这个开馆 今年刚好逢十周年 我们也做了更新 那里面的莫拉克 有一个重回莫拉克剧场 大家知道 地震 它的遗址可以保留 可以盖博物馆 那你台风的遗址 风雨 土石流冲过就没了 你不可能在那地方盖一个博物馆 也不可能让民众去体验 现场体验 这个风灾 大水跟土石流 但是我们就利用科技 我们在我们的莫拉克风 在重建展示馆里面 有一个重回莫拉克剧场 我们利用十六部投影机 用沉浸式的一个设计 让民众 身离其境的去体验 那个当下 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其实我也 那个开放五年 我们今年会把它做一个赛升级 那里面的展示内容 包括这个台风的科学观 那台风的包括坡地灾害 包括这个海边 你住不管是靠海边 台风会带来爆炒 你住在平地 它会有强降 也会带有洪灾 会有所谓的水患 那你在坡地 在山上会有所谓的土石流 甚至于大规模崩塌 那这些灾害我们这一次 在我们莫拉克十周年 我们这个莫拉克风太重建计馆 都会把这些内容 再做一个更新升级 那透过互动操作体验的方式 让民众来认识 所谓的栽访的科学 环境的教育的重要性 这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真的是在一个多地震 像最近那个东部地震 其实我们好像是上周 高雄其实 最近也都不经济 地震很多 而且这个电视节目 最近也在讲那个什么 海平面什么上升 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 这些我们管 水患跟地震的风险 都有跟主持人 跟大家包括 我们都有相关的展示 刚刚你也提到地震体验屋 我们管的地震体验屋 其实十年 虽然建置十年 但是内容有更新 这个整个教育的内容 也有提升 意思是就八年前去 那个人家现在已经有提升版了 进阶版的升级 希望大家要来 气候变迁 我们也有个专属的展示厅 介绍气候变迁的成因 跟如何因应 所以真的 我们管在环境教育这一块 其实这几年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有很丰富的成果 我终于知道 我退休以后 可以去科工馆 欢迎主持人来当志工 有空来我们这边当志工 对哦 退休以后还可以今天当志工 对对对 这个我们管志工 其实这一块 在全国来来非常有名 我们管的志工 有1100多位的志工 那平常常在出勤 帮我们提供服务的 大概有600多位 有600多位 那很多都是退休的人士 是是是 家庭主妇 而且我跟你讲 当志工也不容易 其实也要经过受训练 志工也是一种终身学习 我强调博物馆 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场域 那志工其实就是 更身体力行的终身学习实践者 对对对 是 哇 好好 问着问着 对 问到这一块出来了 很棒很棒 好 刚才在讲说 4月份嘛 对 4月份刚刚讲到有些活动 那5月份其实我们管有那个博物馆日 518博物馆日其实 518博物馆日 对是全世界的就是这个订定的博物馆日 那那一天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会有优惠措施 都会有相关的活动 哦 科文馆当然也不例外 518啊 对5月18号 好 那另外我们这个5月份其实馆里面 有跟那个联合报系合作一个从日本引进的那个动物的的一个那个体验展览 就是 动物体验 就是你可以透过它的情境设计 是 你去变身成那些某一种昆虫或者是动物 啊 那个在台北 今年 好好玩 含假春节的时候在台北展 听说相当受到民众的欢迎 我们特别跟联合报这边那个争取 然后这个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暑假结束 都在我们科文馆办理这样一个展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 如果选择比如说几百万年前的时候 我就角色我就会变成恐龙 对不对 呃 你自己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这边先卖个棺子 好了 选择随便 会不会可以选择变蜻蜓或者是蝴蝶 蝴蝶 可能不同 好了 不同的场景可能就可以扮演不同的动物 是是是 它不同的场景设计 然后你在里面变身不同的动物 亲子同乐 这非常有趣 这个连我都会有点想 符合现在一般大众的需求 是拍照上传到自己的这个社群去 那那个展其实 呃 有很多这样子一个设计 可以让民众来发挥 哦 OKOK 完全其实都很结合科技的 对那所以五月份另外我们科教主有很多的那个活动 跟那个物理学会 在我们大厅办那个体验电磁波的活动 其实 体验电磁波 对 大家说手机有电磁波 对啊 是不是对 电视也有啊 电视也有 其实所有的电器产品都有电磁波 但是生活中的电磁波 有时候看到网络上说这个对对身体不好啊会影响脑部甚至会致癌等等 对啊 其实这个都是留言还是真实的 其实我觉得科技博物馆有这个导正视听的一个责任 我觉得副馆长在卖关子 那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如果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胸口的口袋 我们到现场可以去感测这个手机的电磁波 其实根据科学的验证 它对人体其实你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其实是ok的 当然你如果一直站在它前面 我是说手机的电磁波是ok 你比方说基地台 大家care的是基地台 基地台到底你在那个位置 你当然就在你的身体旁边当然长期是不好 但是你一定的距离其实对身体是ok的 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推广教育的活动 让民众透过仪器 透过亲身的这个减证来了解 哇 呃好棒哦 我只能是讲说 这个都是生活上 大家会想要知道的 所以我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 博物馆应该是各年龄层都应该 这个去亲近的一个地方 那科工馆绝对有这样子一个内容 值得大家 来了解 没有以前听到博物馆会想说 可能是没兴趣啦 不过你今天这样讲一讲 我觉得因为很生活化 对啊 我刚刚提到还有烹调啊 告诉你烹调 烹调的科学 怎么样 这个火 火是怎么样来 人类学会熟食 就是从认识火 就发现火开始 对对对对 那整个熟食的过程 那个烹调技术的演进 是 在我们的烹调科学厅 其实这个就跟大家生活形象相关 应该是 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知道吧 嗯 那刚刚提到那个 呃 气候变迁 嗯 或者是莫拉克风在重建展示馆 跟健康探索厅 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 这些展示主题 自然科学 我们还有一个开放式典堂库房 这些 都是 大人 应该去亲近的科学 是 应该去了解的 就是你生活当中 你碰到的这些经验 嗯嗯 其实在博物馆里面 你透过我们的 这个专业的介绍 是 你会去知道 人家说知其兰 知其所以兰 那博物馆的知其所以兰 说得真好 但是副馆长会有问题的 比较世俗一点 如果我是妈妈 对不对 这我也觉得说 啊这个带小儿子去很好 可是喔 有没有经济压力啊 我们其实 你们有没有什么门票 国立社会机构 其实门票非常的便宜 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 有家庭卡跟 各个人机器人卡可以办 那家庭卡一家四口 我们一个人一年 无限次进款 一年一个人只要250块 喔喔喔 参观我们长测展示厅 所以你一家四口只要 对 办一张家庭卡 嗯 就1000块 其实你一年无限次 就可以进博物馆 参观我们的长测展示厅 当然那个 另外的收费特展 就 要另外付费 那个是不在其中了 嗯 那体验设施也是要另外付费 但是我刚刚提到 我们那么多丰富的长测展示厅 是 有 目前有18个长测展示厅 其实你只要搬上家庭卡 一年就可以无限次来参观 那你 其实我们的长测展示厅 你 一次绝对 一天绝对看不完 你一次如果要仔细看 听起来是这样 也 要选主题啦 對對对 其实我们主题 刚刚跟大家报告 有五大主题 适合不同年龄层 对 像我就对什么健康馆啊 健康 或是那个烹饪 烹调 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身体切身相关嘛 电磁波那个也会想要了解 当然 我们的客家活动 其实有很多也是在大厅 像刚刚提到解水位活动 这个四月份整个 你周周二日到大厅去 都是免费参与 在大厅的好像都是 对对 在大厅免费参与 那我们刚提到3D电影院 其实也非常的优惠啦 嗯 学生票只要70块 成人票是 优惠是100块而已 我10年前看过 我就已经觉得很好看了 更不要想说 现在科技已经进步成这样 对对对 以前我只看2D吧 现在已经3D了 现在全部都3D了 而且我听说你们的荧幕 也是好像加大了 对我们的荧幕 比一般电影的大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 我要讲说 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其实那个 科工馆的那个3D的 那个电影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电影 之前都排得蛮好看的 对我们六个月换一支影片 那目前在上映的是那个 鲁宾逊漂流记 还有这个 狂野非洲 一部是动画 鲁宾逊漂流记 是动画影片 那狂野非洲是 纪录片吗 那个生态 实拍的纪录片 哦 非常的精彩 因为它是 这一两年的芯片 你们好像 是不是有3D加虚拟啊 3D加虚拟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扩增实镜 还有那个虚拟实镜 对对对 虚拟实镜我刚提到 我们六个航态 有那个驾驶战斗机的体验 那四楼的交通厅 有那个驾驶摩托车 游佛光山的体验 诶 那个我想去 你是说如果我去那边体验 是以后考驾照 考驾照 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下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那个纯粹是 以安全教育为基础 去设计它的内容 啊你的路线是你真的 只是说好像真的一样 真的你就期待嘛 我上那种感觉 3D的完全是3D的 哦这个不去的话 会憨恨 不去的话会后悔 真的 哇讲讲一讲喔 节目时间过得真快 原来柯公馆 还真的那么好玩 啊不过用嘴巴讲 听起来就好玩 如果真的亲自去玩 应该喔 会觉得喔 哇好开心喔 来吃得喔 来感谢大家收听喔 今天的新闻 稍微很棒 谢谢